我們在初期專題的構想上 剛開始還沒有任何的想法 偶然間看到傳播發生火災的新聞 想要利用最新進的AI科技套用在傳播上 如果發生火災 能夠即時知道火災的位置 那麼火災的發生 及早發現是最重要的 如何運用更好的裝置設備 提早警報火災發生擴插類相關的災害 因而建立一個可靠的防災設備 可以即時發出警報 幫助人員進行疏散和警報處理 裝設在機艙農業期貨的位置 能夠有效減少傳播人員及財務的屬私 實現了一個可靠的火災偵測系統 可以即時發出警報 提高人員的生命安全和火災處理的效率 我們這次的專輯實作是裝設一套影像監測系統 這項系統是透過人工智能來利用影像來作為判斷 相比傳統的優勢感測器 如果優勢感測器壞掉的話 它就無法進行防護 就是預防系統的功能 但是我們建造的系統 它是利用偵測塵塵塵塵內部 是否發動的設備 以減少人員上的屬私 雖然這個過程 我們會用到一段時間 讓資料庫變得完整 但是這可以讓我們實測下來的結果更加的精確 然後我們為了深度的學習技術 我們還透過了攝像頭 還有影像 還有優勒感 優勒眼神法 以及AI的運算設定 讓我們這個系統更加的完整 如果我們把這套系統 裝設到了層艙很容易失火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 如果一發生火災 我們就可以立即的知道這個資訊 以及後續的火災的處理應對方法 以及減少人員的損失 以及財務上的損失 這樣可以實現的 讓我們有一個更可靠的火災政策系統 和我在處理的辦法 我們這次專題的製作 製作流程 是利用傑森和阿朗來做相處理器 我們有分為靜態測試和動態測試 所謂靜態測試 就是用一個資料庫的左邊 讓AI去學習和模擬 等達到一定的準確率之後 再做屍體的動態測試 我們會從網路上搜集 大約屋外焦點上 有關煙火和火災的左邊 來做資料公布的檔案 這樣可以避免因為 因為訓練的資助太小 而降低正確率和呼喚 讓AI不斷地去學習和模擬 第二種靜態測試的表現 是用網路上的影片去做分析 分析的過程中 會使螢幕在上面會有比例數值 數值的數值越大 代表它的辨識率就越高 我們將學習好的AI 運用在屍體的動態設置上 我們會運用煙霧數層器來產生煙霧 鏡頭或影子的所在位置 就可以利用影像辨識器來判斷是否有煙霧 這次的專題實作比賽 使我們能夠獲得更多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能夠培養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感謝這次辛苦製作文書 還有搜尋影片的每位同學 更重要的是感謝老師的協助還有幫忙 使我們能夠完成本次的作品